今天白日滿地紅 巨幅國旗的引領下 台灣英雄們搭著敞篷車 帥氣登場 運氣場上全力拼火 更值得我們為他們各彩 由金牌拳後金牌教頭 林玉婷跟曾自強領軍 會晤國旗和滿滿現場的 民眾揮手 在經過官吏台前 賴總統也馬上拿出 榮耀時刻的應援毛巾 向辛苦的國壽們致意 民眾女神郭信淳 以及他們的教練 給他們最大的尖叫 看到好久不見的幸存 肖副總統也馬上比出大愛心 可愛的舉重女神 跟教練馬上比雙心回應 雙十國慶這一天 奧運帕運國手們沒有缺席 他們都是台灣的驕傲 2024威廉波特 世界少棒賽 奪得亞軍殊榮 可愛的少棒國手U17 世界排球代表隊 國際技能競技好手們 也都搭著英雄車隊進場 他們的努力讓世界看見台灣 他們的成績值得 和大家喝采 我 雙十國慶最香環節 終止啦啦隊女孩們 接棒登場 各隊招牌嗆死曲輪番上陣 決戰時刻他上場 自信的權力匯鋪 頂肌秋順的響良 看球費過高爭 都說到嗆死去了 怎麼能少了富邦漢將的 招牌三十二壯 動感的姻緣曲女孩們和國手們 讓今年雙十國慶充滿國力 記新聞最後報導